城堡患者豪哥出院 哽咽要替麻吉活得更精彩 看到有人愿意为了存活 皆知不畏 我真的觉得很有感 除了我真的只是很幸运 很幸运的一个患者 在发现城堡中 全身遭到30%烧烫伤的豪哥 姜天豪 历经二手天的治疗 昨天终于可以出院了 他的父母也非常感谢 台北慈激的医护人员 不过豪哥一谈到 他从家户病房出来 得知麻吉 陈天顺不幸过世时 还一度哽咽 那五百五百多个人 每一个人都像生命共同一样 我看到 我出来的时候 我的好幸运是 他是第三个 他已经走了 可是陆续后来的 罹难者 我看到 我现在想到还是会喜悦的 豪哥当天是和五名死党一起去参加八仙彩色趴 不幸碰上城堡意外 六人全进了家户病房 其中陈天顺这个月六号不幸死亡 他说接下来他要连同天顺的粪努力活得更精彩 现在最想要做的是 去看还在其他医院奋斗的死党们 董新闻新北报导